以前就说过泰国的美发技术其实是非常非常差的 实在闲得无聊 在谷歌地图上面找了这家店 评分非常高 4.9分 之前染头发自己可以搞定 但是烫头发这个字也太难搞定了 这家店离阿卡迪亚不远 感觉应该不错 结果他告诉我他烫不了头发 然后把我带到另外一家店里面 据说有个老师是教烫发的 结果去了告诉我还是做不了 然后只能回到这里 经过一轮测试发现他的确高不了 只能跑到中天的五项 这家店进去过了半天 告诉我也做不了因为我头发染过所以损害了头发 我明确告诉他可以 在中国我一年染四次头发烫两次头发都不会坏 然而他没有夹底继续走 到中天的七项 这家店总算可以了 这个阿姨做了15年头发 说自己有爱好做头发 姑且相信看看他做出来到底是什么效果 实在在泰国剪头发之类的被坑惨了 下面我会放出之前剪头发的照片 你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完工可以拆了 拆了之后就能看到效果 心里非常担心因为据说泰国的烫发药水并不好 洗完了 现在在看效果之前先插播两张图片 看完照片的你千万不要笑 见证奇迹的时刻 感觉有点像狮子狗 泰国的头发水平也就这样了 再也不在泰国弄头发了 以后情愿自己狗 回家 再把炰国引起来 这么久 这是为了 不? 这肯定是算数字